好,今天来做一个快速分享 第一个,我们走到手机里面的设定 那为什么要快速分享?因为最近接了一个Case 就是必须要拍摄影片 这个影片必须是我们学校这个 表演艺术之业 那这种做出来的电影 或者是影片必须要放在大投影机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我打算用我的手机 来做一些影片的录制 做剪辑后置 第一个,我的手机的规格是 iPhone 13 Pro Max 所以以下的 拍照、录影、设定 都适用于iPhone 13 Pro Max 那这边就 很快的快速分享,我会怎么做设定 然后来做一些 影片的拍摄 好,来直接来到设定 来到设定,你往下滑 看到这个相机 相机在这里 中间这个地方 点相机 首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的这个录影 因为我将来要可能可以做一个选择 来做一个影像拍摄 所以我会选择 4K 24FPT 每秒 24V 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做设定 当然 录制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 是不是要4K 等下我再做 然后这个 显示PAL 我不会打开 HDR影片高效率 我也不会打开 自动FPS 我也不会打开 锁定向低 我也不会打开 其他都是关的 所以这个地方给大家照抄一下 再来 录制慢动作 这边 我也是选择1080P 就可以 HD 这个慢动作不太会用到 直接就用120FPS 就可以了 这给大家照抄一下 再来 格式 格式我的设定 我会选择最相容 原因是 我的 笔记型电脑 或者是 桌机 都是PC 不是那个 Mac 也不是Apple的一些相关产品 我就选择最相容 最符合我的需求 再来 因为录影方面 啊 不管是相机呀 或者是 照片拍摄啊 我的照片拍摄 我这个Apple Pro 这个我会先打开 影片拍摄的Apple ProRes 我也会把它打开 给大家照抄一下 再来 格式弄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往下走到 保留设定 保留设定 保留设定这里 可以打 给大家照抄一下 相机模式打开 自定控制项目打开 紧身控制 我觉得不需要 把它关起来 微距控制 需要 打开 曝光调整 打开 夜间模式 打开 人像缩放 打开 Apple Pro 打开 Apple ProRes 打开 原框照片 打开 因为有时候 也不一定会用到啦 你如果不喜欢 你就把它关起来 我个人有时候会用到啦 因为原框照片 可以让你选啦 有时候可以选到 比较好的 那一张 那一幅 画面啦 好 那再来保留设定 弄字 完了 接下来 我们看看 录制立体声 我不会打开 连拍使用 调高音量按键 可以打开 扫描行动条码 这个可以开 也可以 不用开啦 可以不开啦 可以不开 显示侦测到的文字 这个不用开 隔线水平仪 我觉得很好用 隔线就是九宫格 水平仪 我觉得很好用 这两个我也会打开 前置相机 镜像翻转 不打开 啊 检视观景窗外 区域 我也不会打开 摄影风格 摄影风格 这里我看一下 就使用标准就好了啦 使用标准的就可以了 使用标准的 优先快速拍摄 不用打开 这个 镜头校正 不用打开 再来微距控制 打开 大概就是这样 相机就是这样 回到 后来 那我们就要把相机打开 你看那个录影 录影有没有发现 他上面的 这个4K 右上角这个4K 如果你不想用4K高画质 拍摄 我如果要是录影的话 我就直接用 HD 就HD 当然就用30 如果用到60 这就很 很多了 很高了 如果你想要最基本的 就HD30就好了 这个 ProRes 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关起来 在左上角这个地方 你把它关起来 录制时间就比较长 如果把你打开 录制时间就会变短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平常选择把它关起来 这样知道 所以在录影这方面 大概使用方式就是上面这个 你也不要因为做了前面刚才设定 你就觉得 后来一定档案都很大 不会 你可以在这里 录影的 过程中 你可以把它 简单做一个设定 在录拍摄之前做一个设定 拍照这边也是一样 拍照这边 你可以上面的RAW打开 RAW打开 画质就比较 档案就会比较大 或者这个 圆框照片你也可以打开 圆框照片打开就是右 右上角这个圆圈 不需要就把它关起来 RAW也把它关起来 这样OK 所以 如果平常不需要就两个关起来 但是如果你需要 拍一些高画质的照片 你再把这两个打开 有必要再打开 好 那这两个就把它先关起来 好 那这样就是很简单讲一下 这个录影跟拍照 你这个怎么去做一个设定 那也可以协助 你利用一个好的工具 拍出一个好的 这个影片 然后 可以做继续的一个后置 好 今天 讲到这里 供大家参考 这是要保障的 加油 那comp 底下 下面 我们下一个 可以做 这个